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麻煩請院長 然後我們請主記長 然後還有 莊部長 財政部莊部長 議員好 你好 我們請他都上吧 好 辛苦了 好了嗎 好 謝謝 三位好 我要請教 院長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太累了 因為我知道你是聖戰士 所以上次我們總質詢的時候 你也提到的 你不會撒謊 而且你也不會誤導 所以我前面幾個問題呢 我先來就教一下 這個朱祖記長跟我們的莊部長 過去的七年 你們過得好嗎 兩位 很好 很好 兩位很好 對 因為你們的官 越做越大 那我請問你一下 你過去呢 對啊 你會站在那個位置上 所以你不會有找工作 比以前 這個容易的問題 因為反正你是節節上身嘛 我們莊部長也是一樣 那我再請教你 這個薪水可以買來的東西呢 有沒有變多 看你買什麼樣的東西 有沒有買變多就是了 你看你是買什麼樣的東西 像電腦的產品 你還扯皮 你真扯皮 那一般的民眾會不會需要擔心就是 沒有工作生活沒有保障 需不需要擔心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需不需要擔心 我們七年來的事業率是降低的 那你也否認就是了 這個民眾的辛苦跟困難 政府有沒有聽到 我們自己有困難 所以我們有過向著社會福利的一些錯誤 面對未來的民眾有沒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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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我們也覺得無力感 我們是覺得是在我們認為台灣越來越好 覺得台灣越來越好 沒關係 莊部長你的答案是不是跟朱祖記長一樣 是的 是一樣 好我們來看看 那個院長我跟你報告 這個朱祖記長呢 我為什麼前面讓你聽一下 因為朱祖記長呢 從我在前年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我們的通膨的問題的時候呢 他就打死了不認 然後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我們的經濟成長沒有辦法保二 我拜託他 懇求他 面對問題因應問題 他堅持 不管央行即便條件 他打死不認 什麼時候認呢 今年的八月的時候 八月中的時候 他就說 的確沒有辦法保二 好 我再跟院長報告 你看一下實質薪資 剛才是朱祖記長 你上次因為被騙了一次嘛 因為陳吉仲的這個蛋的東西 你相信他 我現在很怕你又被騙 所以實質薪資爆退嚕的部分 這個單據從哪裡來 朱祭仲的單據 我們重視的是實質的總薪資 我們看到的是 實質薪資的部分 從主計總處分到處流 我們等一下院長我還沒問你 好 這個是我質詢的時間 好 我們看到戰略迷航了七年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擔心的是 我們這些的行政官員呢 甩鍋 下台之後哪裡管這些的洪水滔天啊 那是你下一任的事情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我們的迷航 為什麼我們擔憂啊 因為呢 我們看到 不管是政治 不管是經濟 不管是產業 我們的TSMC呢 他被迫 要背離家鄉到國外去投資 委員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的是 弹價 我們看到的是 鼠電 我們不是事實啊 我們看到的石油的部分 我是不是事實 我是按照官方出來的數據 我們看到的是 政策的支票 不停不停的開 我們看到的是 預算浮邊 我們看到的是 行政單位的大傻幣 有沒有針對人民的需求 我可以講話嗎 沒有 我還沒問嘛 對不對 質詢你就是背詢嘛 你只要讓我把問題講完啊 對不對 好 我們看到呢 你做了什麼因應的措施 沒有 我們看到各國的局勢 剛才你在回答別的委員的時候 還這樣說 我們要看到全球 好我們看到全球的 對於經濟成長的部分 每一個國家 都看壞 哪些的國家看好 非洲 未開發國家 他看好 其他的部分 全球都是看壞 好 我們提到了 這是2024的預測值 景氣 景氣 連十欄 出口連十二黑 政府執政的時期 我們看到 這個20 這個是最近的數據 就是你民進黨執政的時期 我昨天在問 古明星的時候他跟我講啊 他沒有數據 這個數據呢 是在財政部 好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看到 美國的部分呢 你看到 美國的部分呢 他是從 美國的國會呢 他已經把經濟成長下修 他從2.5下修到1.5 我們看到我們的主計總處啊 把我們的經濟成長 他已經錯了八個多月 他把我們的經濟成長 二年二四的經濟成長呢 他調為三點三二 全球絕無僅有 厲害 很可能 我們再看一下呢 院長 我再跟您報告 您的官員的放話成績啊 慘不忍睹啊 五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國發會講說 五月景氣登號 連七欄的時候 國發會說 下半年啊 會逐漸回升嘛 到六月份八欄的時候呢 說景氣會止跌啦 到七月份九欄的時候講說 落底啦 十月份我前兩天問他說 說 那怎麼樣呢 他講說 會有望轉燈號 好我就問了 對 ECFA已經講了 說要終止 好 我在問 龔主委的時候呢 龔主委講說 數據 在財政部 財政部長現在在了 好不好 然後 我們的龔主委呢 又講了 他講說 我問他說 對台灣的經濟影響重不重大 他的回答說 影響越來越小 院長我給你看數據 你看到這個數據 當你的主委 國發會的主委講說 影響越來未小 他抓的是什麼數據 一月到四月的部分呢 我們出口 中國大陸呢 是三十五點五七 然後呢 我們看到一月到八月 出口中國大陸的比例 比重呢 變成三十五點三 厲害 是不是有小一點 的確 包圍的那些 沒有沙謊 但是院長 有沒有誤導 老百姓 以為你的影響不大 來院長再看看你自己的數據 這個數據呢 是財政部官務署的數據喔 我們一月到八月 從中國大陸出口的金額 高達九百八十一億啊 你每一年要還債的部分 你只編了一千多億啊 你出口到中國大陸 九百八十一億的情況之下 你要講十月份中止 對台灣的影響是越來越小 院長 這個是不是誤導 我想這個民眾都非常清楚 我還要再提到一點 對於我們的情況 我們的編預算 院長我是很肯切的 對於 沒有你要讓我 我要能夠問嘛 對不對 因為我在問的時候呢 你通通都不知道 都不知情 我擔心你又再一次 像農業部一樣 被成績中騙 所以這次我先把你數據給你 我們才能溝通嘛 我們看到你的別預算的部分呢 你本來正常來講 按照我們的預算法的規定啊 來這個預算法的規定 四位沒有意見吧 預算法第一條就講說 你要用財務管理為基礎嘛 你要遵守總體經濟均衡的原則嘛 對我們就是這樣做 很好院長謝謝你 我們的財政紀律法也說 我們的這個財政這些的支出呢 不可以受到政治或選舉的影響 這是你同意嗎院長 謝謝你 你也同意非常好 可是呢 我們在往下看的時候 我們看到 我們的行政官員 你剛才議政延遲的跟 曾明中委員回答的時候 你講的議政延遲 我們看一下你實際上面的數據 那是因為我們 這個數據呢 是誰的 這個數據呢 是在你旁邊的主計總處出的數據 你退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從你執政開始的時候 你的歲出啊 你是故莫金星啦 你的歲出的部分呢 你看它是直線上升啦 然後你要讓我先講 我還沒講完嘛 對不對 院長 我們看到了老百姓辛苦的納稅錢 我們是用光速的速度來花錢啊 我們看到這個老百姓 我們的這個稅出啊 我們的稅出 你沒有看稅入 絕對有看稅入 我跟你講院長 你真的是被人病 我給你這個數據呢 這個數據呢 是主計總處出來的數據啊 主計總處出來的數據 從105年到113年 有問題 你的稅出 有問題你要怪這個主計總處啊 你沒看稅入啊 105年我給你看的就是有稅入 111年度的稅入的余剩下是有4900億 不會因為你在我質詢提問題的時候干擾 然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 我現在跟你講 你稅出的部分 稅入稅出剩餘有4900億喔 院長 這個是什麼狀況啊 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提問題 時間暫停 我在提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一直在講 那你聽得懂問題嗎 我聽到啊 我還沒有叫你 我還沒叫你 我就是聽到了你的問題 我才會回答 你時間沒有暫停喔 那個 李委員你要主席處理嗎 不是你要暫停啊 因為他幫我問啊 你只要主席處理 主席就會幫你處理 好你處理啊 對不對 你要讓我在問題的時候 他不可以發言啊 李委員請聽我講齁 那個李委員請你們回答 你們再回答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可以回答 還沒有嘛 對不對 你急什麼呢 然後你看到增長的幅度呢 稅初的增長幅度呢 快要高達就是50% 可是你稅入的部分 跟你GDP的成長呢 你都來不及趕得上他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你政府花錢的增幅啊 是極大於我們經濟成長 所以呢 你是根本不把老百姓的錢當錢 好 我再跟你講 還沒有嘛 我再跟你講 下次啊 院長啦 你來當委員 我來當行政院長 你就可以問我啦 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看到你的這個 債務還本的部分 債務還本的部分 你就更離譜了 你就更離譜了 你說你每一年債務的廠還呢 你只還一千一百五十億啊 這個是你說的 然後我們看到你過往啊 院長你可能沒有看到這些數據 過往呢 你看到你每一年比例還 債務還本的部分呢 是五點一二 你可能看到只有差一點點小數點 但你知道 我們的預算是上兆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一千 每一年以一千一百多億的這個速度來還本 你要還五十二年你才還完啊 你一直在強調說你沒有舉債 可是呢 我們的債務呢 事實上是越來越多的 剛才 我跟你講這個是財政部的報告 財政部講說 我們的公共債務未長餘而是六兆八千多 其實我蠻替這個莊部長難過的 就是他那一天在報告的時候 他還被吳秉睿委員罵了一頓啊 但是你看到這個報告上面 你看從五兆多到六兆多 這個是你財政部出來的報告 好 你在講說 你是您負責 我在跟院長再報告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朱祖記長的話不能聽 我跟你講 院長你可能不知道啊 我們原來在講說 今年沒辦法保二的時候啊 朱澤民主記長 現在是李委員質詢的時間 你知道院長 他原來講說第一季的時候呢 他是負3.02經濟成長 我們講說負3.02 那你怎麼有辦法全年保二 你知道他把第一季的成長呢 就改掉了 他把它改負2.87 然後改了負2.87之後呢 等到今年的8月的時候呢 他總算承認沒有辦法保二 你知道他又做了什麼動作嗎 他把第一季的改回負3.32 沉迷於數字遊戲的主記長啊 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完全不讓老百姓知道事實的真相 就是透過這些的文字遊戲去操弄 老百姓怎麼知道事實的真相 民間有專家他怎麼樣子去幫你 協助你解決這些的問題 你要持續的這樣子 無知無為無能無感 把台灣帶向哪裡 所以我才會一開始的標題跟你講說 迷航啊 然後你再講 我在講 這個生下來的部分呢 時間到了 那個李委員 那個李委員 我都有控制你的時間 李委員 我們說話要說到啦 我在幫你主持 你叫給我時間 我在幫你主持喔 你可以去回顧這個 這個因為都有記錄好不好 大家都依照這個規矩來做事 好不好 你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好來 報告委員會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之質詢 均與詢討完畢 謝謝陳院長 及相關部會首長列席答詢 我們做以下決定 一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含附屬單位預算 及重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交財政委員會 一分配表 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 二 各委員發言紀錄及書面質詢 韓宋行政院 請就為答覆部分 予以書面答覆 以提出之書面質詢 尚未登載公報者 一律補刊 報告委員會 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十月六日 星期五 上午九時 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左邊 爭 中間 有 有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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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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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